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 受载人口21万人 受载农作物 大齐县的东京 下面闹全温烟了 当家都没有了 都比重少了 我长得有五十岁了 没有经历这么大的事物 邪宁市重阳县 是此次暴雨中受灾程度比较严重的县水之一 由于地处山区 降雨又引发了深空 全现多处地方在洪水中溃透 兴勇的洪水冲进了冬天 把好好的田地冲上了烂一层 猪汉秋是一位牛蛙养殖户 虽然在洪水中奋力抢救 但洪水还是把他家养殖的牛蛙冲走了一大半 洪水刚刚退去的第二天 猪汉秋就忙着叫人上门 把自家水塘里所剩无几的牛蛙全部卖掉了 在这个村里 猪汉秋他们家算是外来户 三年前 一家三口从浙江泰州搬到小东港村 原本是想能在这儿通过养着牛蛙来八家致富 没想到 投资了一百多万元 却遭遇了洪灾 眼看着连成本也收不回来了 入驾后的上午 头顶的日头亦是灼热难当 但猪汉秋的心比冰块还凉 今年的汛期才刚刚开始 被冲毁的水塘在短时间内也没有修复的可能 而天气预报说 过三天以后 寒有雨 这样的消息让猪汉秋更加不安 他姚姚洋 因为进不到八月的价格 把塘里剩余的一万多斤牛蛙全部卖给了收购商 2 3 1 正常端午节前能卖到多少钱 十块差不多吧 明天气这都要卖光了 跟没光了 下次洪水再出来的话全都没了 洪水 不光带走了中汉秋家 数万级牛蛙 也在村民的田地里 留下了导富的装酱和鱼姬的砂石 徐玉林家有三亩地 在这次洪灾中也全都遭了灾 几乎颗粒无收 但他已经顾不上去伤心 眼下他正抓紧时间 在地里捕种红树 想从老田爷那多回的损失 红树您打算捕种几亩啊 水捞的全部捕上 这几天捕还来得及 其实徐玉林不是不知道 过几天可能还有更大的暴雨 但是他仍然坚持播种 现在是栽红树的最后时机 人物第一时 第五人一年 错过这几天 地里今年就更没产出了 红树要赶那个季节 天晴不能擦 摘这个红树 天晴不能擦了 这个头上要湿 站在被冲毁的堤坝旁边 望着不远处 正忙着插秧的香气门 小东港村的村支书 汪耀平的眉头锁得更紧了 几天之后 可能又是一场大雨 这些新种下去的苗苗 能不能幸远于难 水也说不好 而正在努力补种庄稼的乡亲们 恐怕也经不起 再来一次这样的天灾 眼下 汪耀平最着急的就是 必须赶在下雨之前 把这个堤坝修复完毕 根据天气预报 三天之后 还有一场强降雨 这无疑是一次雨时间的赛跑 站在堤坝上 汪耀平正交集的 等待着县里的挖土机 能早点来到现场 赶紧开工修复堤坝 为了让挖土机能顺利进场 他们需要把沿路的树木砍掉 给施工留出足够的场地 所以从上午开始 伐木工作就已经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伐木惊动了这位年迈的汪婆婆 一位工人正在砍伐的是她家的树 村民们都喜欢 在田津地头和河坝上 种些山树 汪婆婆家的这些树 都种了十几年 每棵树都能卖上二三十元钱 眼看着说砍就砍了 这让老人家不乐意了 价值几百多呢 快起来说 说没就没了 汪耀平不是不理解汪婆婆的委屈 但是眼下 修霸是第一药物 如果因为砍树 误了空气 在下大雨时 汪婆婆家和村里的损失 可就远布置这十几棵树了 汪耀平跟汪婆婆耐心地解释了半天 并且保证 只会谈掉影响施工的数目 好容易才做通了老人家的工作 这一路你可能说其实不少了 前面有几百根 那其实像老太太这样来找你的村民也不少 有五六个 有的老百姓都是骂 就是骂我们 我说没办法你骂要是这样的事 不骂要是这样的事情 眼看着施工通道和场地 都慢慢清理了出来 就只等工程车进场作业了 顶着下午三点多钟的酷暑 汪耀平一直在路边张望 虽然之前说好 工程车下午能到 但是他心里不踏实 毕竟港口乡 这次洪灾 是乡里多少年都没有见过的 需要抢想的地方不少 工程车不一定能忙得过来 喂 喂 喂 那干嘛 你给我拿了吗 你把我洗到五公 整个三四间 拿不出去了 他只有三年时间去了 三年时间这个小雨怎么办 尽管汪耀平望眼欲穿 但是到了下午将近六点的时候 他的担心被证实了 因为灾后需要抢修的地方太多 工程车今天来不了了 今天那个挖机拿不了了 那时候明天早上去的 跟着他这里 今天挖机在别的地方挖 明天早上去的 这个是定的 一定的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 工程车终于来到了施工现场 在轰明的机器声中 一晚上都没能睡踏实的汪耀平 脸上不仅看不到疲惫 反而是一脸兴奋 说起工程进度来 也满是喜悦 这也拉出的 这里有关键的 我们注意注意 那那边都是哈工的 去的 早上去的 哈工的 晚上还要交班 早上交班 晚上交班 工地顺利开工 汪耀平犀利的一块石头 总算落了地 不过大雨赛急 村里的防循工作千头万续 他还牵挂着 村里几乎特殊的人家 他们都还住在山上的老房子里 汪耀平担心 如果再来一场大雨 会直接影响 他们的人事安全 他打算上山再走一趟 一是实地考察一下灾情 二来也去挨家挨户 做做动员工作 让他们尽量能够转移到 安全的地方 铁的这就是桥 哦 这个 我们踩的这个石头 是桥啊 就走上面 那这儿到村民家 还有多远呀 还有十里 十里 哦 那铁的那得走上一趟 那就能走一个小时了 一个小时啊 路上都差 都这种情况多吗 这个情况多很多 哦 都要小心了 又往前走了二十多分钟 汪耀平似乎有点体力不支 试试干什么呢 啊 转着 挡一次脚啊 这呢 轻便 您这是身体不太方便了是吗 哎 这怎么回事啊 啊 身体呢 脑梗塞 到四时 记者才知道 汪耀平几个月前 才因为突发脑梗塞 住院治疗 现在还处于恢复器 根本不宜过多劳累 脑梗塞 您还这么跑啊 嗯 能到吧 这 这 这扎啊 那时候大了 能坚持吗 能坚持 这还得久多久啊 这里还走大概小时 整夜 整夜 快到了是吧 到 到 这有一家 这里就是这里 再过去就是江西啊 我就是这里干 这个 大雨 这个就是 二号 六月二号 下大雨 这个完了 七号我们这里 人不在这里坐 全部下去了 山上现在还住着 十几家村民 都是属于需要异地 扶贫班签的 建帐利卡贫困户 由于身下公路边的安置房 还在建设当中 所以他们要在今年春节 才能完成搬迁 在上一次大雨之前 村里接到政府的预警之后 就通知这些村民们下山 投进靠友 或者就住在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 大多数村民都及时转移 避免了人员上网 而且知道还有大雨 他们都没有记着回家 但是还是有几位村民 坚持要留在山上 年过八十的程婆婆 现在是孤身在家 她的儿子和媳妇 都住在山下 暂时租住的房子里 赶着修自家的 异地扶贫班签安置房 汪耀平试着说服程婆婆 暂时下山 举避过雨再回来 但老人家觉得 自己眼睛不好 行动不方便 任凭汪耀平这么劝说 她都不愿意 在路上来回折腾 汪耀平无奈 只能祝福程婆婆 和另外一位 同样坚持不愿意转移的邻居 下雨时 都要躲在家中 相对牢固的石结构房 即便是这间石结构房 能够抗住大雨 汪耀平还是担心 雨后交通不便 可能影响他们的基本生活 她估算了一下 准备回头采购些粮油 再让人给他们烧上来 那就最后跟你说 我们就下去了 你明天千万要记住 住在这个结构的房子里 明天就你老根 去一大米一点油 下去拿 不忘记了 那我们说 那不来的话 这个如果打败了 那你就不能吃大个了 我跟你说 都忘记了 下山之后 汪耀平直奔杂货店 然后把采购的物资 首先给成婆婆的儿媳妇 成燕花送了过去 让她赶快给成婆婆烧上山 没想到成燕花 一见村之书 先盗起了枯水 你的安置房那怎么样呢 那个净水这么深 那个水一溼掉了 那个水冲走了 好好好 村里的异地浮贫班 其安置房工地 离被洪水冲毁的河堤不远 当天的洪水 从绝口处一泻而下 巨大多数还来不及转移的建筑材料 都混于一旦 这里都是什么 这个水泥都坏了 水泥都没用了 我们泡在里边呢 里面都没用了 都像石头一样的 还有什么用 这个 那大姐像人家有多少袋水泥都被泡坏了 我们两三冻水一样 那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这个我们这里都登记上去了 等到上面 看他怎么办 他能够发现了 那我们就发到他手里 按照县里的移民搬迁计划 成岩花家明年春节 就要搬进安置房 这里不但交通便利 而且也能安全度过迅气 但是大雨过后 原本热火朝天的工地 已经空无一人 那天起来都收这个提款了 要把它修好 它再把水冲进来 叫我们在那边 这个梦好了不下雨的再来干吧 王耀平和村民都明白 不管是捕种庄稼的收成 还是修建安置房的进度 都依靠着河堤修复的早日晚工 眼下 他们面临的 不仅是两天后的一场雨 而是会持续两三个月的迅气 在这场雨大雨的赛跑中 这个还正在从灾难中平复的村庄 再也输不起了 5月5 龙川湖 作为端午节民俗的八项地之一 湖北各地 这一天的节日气氛 往往更为浓郁一些 小东港村的村民们 往年在这一天 也会在家吃粽子 出门看龙舟 但是近年 当县里的龙舟比赛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 另一场比赛 也在小东港村的河堤工地上进行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乡亲们 已经在这里忙活了几天 他们看不见的对手 就是时间 大叔您这多大岁数了 七十一 七十一了 干这会累吗 不累 不累啊 挺重的我看 不累 搞这个嘛 应该搞的 您家有几个人来干活了 我们家的 全部都来了 几口人哪一个 五个 五口人都来了 走得远吗 走下四点了 走下四点了 那您几点出门的呀 五 六点钟啊 从早上七点钟开始 村民们就陆陆续续来到了工地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都在六月二号的洪水中受了灾 有的还来不及补重 自强的庄稼 就先来参加修复河堤 现在想修这个河堤嘛 把这个搞完了 再去搞看的嘛 武汉污了十啊 没办法 捆手 早一点 晚一点 所以 拿捆手 这个就不能完了 这个不能大家的 吕燕冰是这段河堤修复工程的负责人 武士出头的她 这些年 一直在武汉的一家快递公司 当货运司机 一听说 村里发了大水 她二话不说 请假回来 主动挑起了家门口 这段河堤修复的重担 经过两天加班家电的抢修 施工现在已经接近尾声 最晚在明天 这段河堤就能够修复完毕 而跟现场气氛一样火热的 还有农历 五月的日头 都没了啊 这桶水 再找找其他的 那边好像还有 今天端午 这是村里人都十分看重的一个节日 吕燕冰琢磨着 好歹让大家中午 提前一个小时回家 也算有个过节的意思 谁的车跟 咱们给你付出了 金鸟的了 我得的意思啊 你多人用上摩托法子 我得的个意思啊 那得捕多少斤肉啊 今儿 那五十多个人吧 五十多个人 是掏腰包得掏多少钱啊 掏腰包也要七百块嘛 你媳妇同意吗 那这个不是我自己掏腰包啊 这个我找上面政府的 现在我颠覆 他们的车子上有的有钱嘛 也是我自己颠覆的 我看水也快没了 水也没了 下午就用上班的时候就带过来了 他们上班之前 你还得去把水给你过来 这个呢也是您自己颠覆 也是我自己颠覆 又出钱又出力 那没办法了 在自己家门口 工地上的村民们都陆续回家了 但是吕彦斌快走不了 因为后面还有运途的车辆进来 他得坐好每辆车的登记 这涉及到以后工程费用的结算 一点也马虎不得 这他们每个人一拿一车 就给他进一车 这还得有几车啊 您还在等 这输不准 反正他们拉过来我就不能走 在这里也要给他登记 11点20左右 又一辆火车 拉着沙土进场了 宇彦斌刚刚坐完这辆车的登记 妻子金亮香 已经吃晚饭 匆匆赶回工地 换他的班了 大姐您吃了吗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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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啥呀 吃个自电 电这个工程电了 不少钱吧 发生是 喜欢我自己的家园 每年端午这一天 这个家园都会把旅燕兵 从几百公里之外召唤回来 举行隆重的家宴 但在今年端午这一天 为了守护这个家园 夫妻俩就以这样 简单的 甚至有些孤单的仪式 完成了最重要的一顿正餐 明天堤坝就能修复完毕 一家人打算 完事后 再补上一顿团圆饭 突然而至的暴雨 让小东港村的村民 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不过他们顾不上自家的损失 就已经忙着在下一场暴雨来临之前 抓紧修复河堤 因为他们都明白 家园的平安就在自己的手上 而与此同时 当地的政府 消防等各个部门 也早已行动起来 在重阳县防训抗汉指挥部 一场部署防训工作的会议 正在紧张地进行 重阳县是湖北省的多雨区之一 根据迹象部门的预计 2016年5月到9月的汛期 总降水量偏多三成 部分地区偏多五到九成 还有200多300毫米的降水 集中在15号以后下 在汛期 最怕的就是降水在时间和空间上 过于集中 但这却恰恰是重阳汛期降雨的特点 当地俗称驼子雨 面对严峻的防水形势 所有的参会人都感到沉淀点的压力 刚才的刘初音局长就打了电话 他说青山你现在放水 他在这个信息平台上 显示只有25个流量 没有达到 他初点我们给他表达的 今天八个根开始 我们要达到35个流量 根据上级防训部门的部署 青山水库的放水量 应该为每秒35个立方米 但是现在 信息平台上显示的 只有25个立方米 会议结束 青山水库管理局的局长宋超 就匆匆赶回水库的 窑测信息中心 了解情况 发电两个就是包括 城镇供水和热物就 加上东干 是比10个流量 原来在信息平台上 实时显示的25个流量 只包括发电和供水的放水量 另外东西两条干局的放水量 都是暴总 而非直接在平台上显示 基本上我们这个切红的这个幅度 在6月15号之前 其中降于200毫米 就没问题 迅气将至 考验的不光是大大小小的水力设施 救援装备同样要提前备好 在崇武县人武部 干部职工们正在抓紧时间 进行救援装备的保养 这个就是救世衣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人村库的操作机 它这个奖 你看这个奖 它已经打猎了 像我们这要请人 把这个奖就是说把它修复 或者换 对啊 它就是那个路上 它就是在这个水泥地上面 它就是接受了水泥 它是卡卡卡打的响 所以我们就是说 这已经联系了厂家 就是要更换这个奖业了 每周一次的定期保养 就是为了保证 在险情出现时 人员和设备都能在第一时间到位 我们出动的话 随时出动 我们这里面都有120个战备包 都背上就可以 在外面可以 可以啊 在里面可以过夜 这是防雨的吧 对防雨的 对 里面的跨包水壶 对啊 餐具是吧 对 就是可以列个点 这是雨衣 这是个大地小包 这是床上睡的 就是晚上在外面过夜 就是说搭的 各个相关部门都行动了起来 分管防汛的重阳县县委常委王冲林 也奔波在防汛救赛第一县 迅期来临之前 他最牵挂的 是上次洪水中被冲毁的河堤 工地上一片热火朝天 这样的施工进度 让王冲林稍微松了一口气 但是 一场新的考验 正在悄悄靠近 还没有竣工的河堤 大雨灌溅着农田 也拍打着河堤 在迅期 他带来的到底是否是否 都只能等到雨停之后 才能知道结局 虽然王冲林 有气象局提供的预报 但是看着雨下了将近一个小时 还没有停下来 他也有些沉不住气了 听说各个乡镇的降水 都没有超过50毫米 王冲林总算松立口气 大约我们有300毫米水月下 这里下了50毫米 就给我们的那次15号以后 解决的压力 就越分散越好 越分散越好 时间越长越好 清明直流 端午插秧 小冬唐村的村民们 又忙着 在曾被洪水四月湖的田地里 播种下药苗 他们相信 风雨过后 总会天晴 灾难过去 还有希望 后总会天晴 灾难后总有希望 小冬港村的村民们 尽管遭遇了不幸 但是灾害过后 他们立即行动继续拨洒新的种子 继续筑起更加牢固的堤坝 积极备战 防范更大的灾害天气 从他们的行动中 我们真切的感受到了 信心真的比金子还要珍贵 国家防总已经多次发出了警示 要预防更大的暴雨洪灾 这样的警示就是动员令 就是集结号 需要我们未雨绸缪 需要村民们和各级防汛部门 做更加充分的准备 从完善组织体系 修订防汛预案 储备防汛物资 组建应急抢险队伍等等方面着手 全面备战 随时迎接暴雨的迁徙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